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Claire 我们又到了开心煮 感谢煮的时间 爹地 我想今天的观众非常有口福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食材是来自阿里山的高级食材 你看 石莲花 而且每一片都好肥厚 是啊 其实说实在的 这个有机的一个石莲花 是从阿里山我们去采访的卫生 石莲花有机农场带来的你知道吗 最棒的地方是 它们整片都是采地面栽培 是唯一台湾是非高价式的一个栽种法 是啊 这样才可以让这个石莲花吸收更多的土 地气 地气 还有土壤的营养 对 尤其阿里山的水质好 天然的矿物质 都会被这些叶片充分的吸收了 是啊 你看每一个花长得好美 而且很特别 你看怎么有一堆花生壳 它们不仅很有水质好 连它那个覆盖在那个有机肥 全部都是那个有机的花生壳 为什么它不用那个蛋壳或有机肥料呢 因为这个花生壳比较大量可以取得 然后加上那个它其实是有机的 可以当有机的肥料 对 没错 如果说直接用蛋壳 那么大片的石莲花田 到底怎么找呢 对啊 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个石莲花 每一片都这么黑后 是有它的原因的地利 你看在阿里山高山上空气好 然后再加上呢 就是它的水质又好 还有中性的土壤 当然呢 人和是什么呢 就是老板很用心 对 所以那么高档的食材呢 我们今天要教什么健康料理呢 是咯 平常石莲花 我们一般在家里有种都是拿来看漂亮的多 这几年开始养生才知道说 哇 可以生吃的那个石莲花叶啊 是对人很好的 所以我们就要拿它来录菜 对 平常我们可能在那个日本料理店 那么高档的石莲花 我们就是可以沾蜂蜜 或沾蜂蜂 你知道最棒的地方是 它这个你不要说沾蜂蜜啊 它这样子一拿啊 直接啊 就可以吃了 不酸 可是它有点酸啊 可是它是碱细的 我们女生吃这样OK 对 哇 你看我如果没有 我到现在还没有钱买这个 这个玉啊 玉配给你 你看这个就可以当你的这个玉 哇 你看好漂亮 这个也夹了一个夹耳环 对啊 会被挂在脖子 你看 很漂亮 当我的北翠项链哦 对 其实现在尤其快要夏天了 我们吃这种清爽的 没错 它也可以减肥 它不仅是属于像柠檬一样 是高酸可以减化我们的体质 还有点特质是什么呢 它有丰富的纤维素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入菜的地方 因为石莲花本身大部分 就是平常来讲 沾蜂蜜啦 沾那个梅子粉 今天我们就要来做一盅 很棒的沙拉 我们要做石莲花蜜豆沙拉中 对 其实我觉得 如果今天没有空煮菜 这样一盅很均衡的 很棒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有很多样的蔬菜 你看西芹小黄瓜 这都是高鲜的蔬菜 对 然后很多的水果 小番茄 草莓 草莓 这些东西都OK 对 然后呢 在这样子的一片的蔬菜水果当中呢 还有主食 主食是什么呢 你看这么漂亮的玉米 我们买到有机的糯玉米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有玉米 就不用再吃什么马铃薯啦 而且它是油脂淀粉来的 对 然后又有 我们今天用的 然后再来很特别 要补充一些植物性的高蛋白 当你有生菜啊 纤维素啦 还有矿物质之后呢 要有一些高蛋白 那我们女生呢 最怕胖嘛 我们就可以用优质 像现在台湾买的那种 珍珠豆啦 还有比较好吃 我今天特别的就是要做蜜豆 对 女生最爱吃 在国外很流行用一些皮 就是豆类 皮子 来做一些沙拉 但是呢 这样子的一个蔬果蜜豆沙拉呢 女人很爱 男生就有点觉得不够满足 所以 还有海鲜 有海鲜 所以我们今天买到进口的日本 不是 江河道的兰花棒 兰花棒 对 对 这个兰花棒 当然进口 它已经是 很冷冻进来 没办法 一定要整个进来 可是我们可以把它爆香一下 美味一点 而且这种贝类 棒类呢 除了鲜虾以外 它很适合拌在这种 蜜豆沙拉中里面的 That's right 那如果不喜 觉得吃玉米不够饱 豆子不够饱 那我们今天有 男生的话 我们还加一个 米形意大利通心面 对 这个是完全没有胆固出来 因为它是用米做的 对 然后没有油分 That's right 对 那这几样里面 有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 这种米形通心面 要煮得好吃 那个玉米呢 是优质淀粉 要煮得好吃 那豆类呢 只要煮得刚好透 所以技巧在这边 我们下来看 OK 所以如果说你在 这是有机的 对 如果说你看到 珍珠豆很少买 刚好看到 那就买回来 我们这边就很简单 大概放80cc的水 然后加一点盐 200克 加一点盐给它 盐在这里 OK 一点点就好了 OK 然后滚了 小火 这个左翼里煮几分钟 6分 8分钟 6到8分 6到8分 那煮过软 没有营养了 煮得刚好熟 口感很好 很好吃 OK 所以在这样的一中沙拉里面 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它是比较简单 因为就是蔬菜水果嘛 可是还是有重点 重点在什么呢 像这种豆类 你煮得刚好的时候 它的营养跟高蛋白是完全被你吸收的 哇 这一道菜 还有甜分 很高纤 高纤 低脂 低脂 对 我们没有用奶油啊 还有美奶汁之类的 OK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个红豆 因为这个比较难煮 是 所以我已经煮下去了 没有红腰豆 对 那我这边用两杯又四分之三杯的水来煮 好像已经40分钟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OK 我们先看一下 原则上 我们这个一定要煮 煮透 因为我们要去 哇 透了 这刚好 那你要 不要煮的刚很好而已 要煮的有够透 刚好有透 一点点开 因为你要蜜糖 有时你吃不完你要放冰箱 可以吃那个冰淇淋也可以吃 所以这个一定要有透 你吃吃看 哇 好香哦 给你吃吃看一粒 那这个豆不要煮到破破烂烂 OK 我吃吃看 好好吃哦 好香耶 很有豆香 然后自然的甜分 我们像还没有蜜糖 就已经很香了 OK 所以其实今天可以 我们最重要是煮这个的时候 千万不要浸过多的水 煮成汤 那你豆子吃起来不够营养 没错 所以我们要少水给它煮到充分膨胀之后呢 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像我们平常吃蜜豆冰的话 大部分是蜜砂糖或冰糖 那今天比较不一样的是 像这种大豆类 它一旦蜜糖会比较硬 那我们今天要来蜜蜂蜜 对 所以再加这种高级的筛 其实这个蜂蜜就是一个糖 来取代 或者是蜂糖 OK 所以其实这个大概两杯水就够了 那我现在再给它三分钟 OK 那我们这个玉米呢 这种糯玉米 如果你刚好看到 也是很棒的 你看 好 再来就是要吃优质的淀粉 好 好 你看一下 哇 刚刚是闻到充满了那个豆香的腰豆味 这个是糯玉米 哇 你看 我觉得这台方越来越棒的地方 是有 开始有越来越多 有良心 有爱心的农夫 种出有机的一些食材 像这个糯玉米 你看红白的 好漂亮 好像Ruby哦 可是你煮了要给它冷 因为你要做沙拉 嗯 所以要给它冷却一下 OK 好 那珍珠豆也滚了 滚了就只有转小火 开始76分钟 你看好 这个撒一点盐巴 你看亮亮的 因为它是糯玉米很Q 这样煮多少分钟 好不好吃 嗯 哇 好好吃 我这样一咬口红都没了 哈哈哈哈 我老公好可爱哦 还好是我老公 半斗都说 怎么有这样隐私人啊 因为我是你老公啊 可以这样啊 可以是啊 你还要帮我当baby在胃一样 好不好吃 真的好好吃耶 好吃 不要煮太咸 因为很多人都喜欢吃外面的玉米 刷 刷酱料 当然你可以这样煮好整盆 不需要拌在沙拉里面 那如果有时候像请客 假日的时候 大家觉得假假的请客很麻烦 或家庭聚餐 这样一钟的沙拉是最棒的 那玉米就可以先煮起来 或者是这样配凉凉的一钟沙拉 可是来配热食的玉米也是OK的 那我特别把这个叶子留才会更香 更有玉米香 对 好 玉米也煮好了 那我们煮的时候叶子要记得往上 不然你放下面它全部把水分洗掉 我来想说你为什么故意把叶子都要打开 原来如此 这样会少收很多水 我们来煮这个饭 好 OK 这个饭也不要太多水 因为它是米饭来的 OK 给它滚了再放 大概200克 我们再200克 滚了再放 滚了再放 然后我们等一下用冰块 这个很重点 不能是冷水去煮它 一定要水开了再放 要不然那个面会不够Q 真的好漂亮 真的很好吃 OK 好 那我这个给它滚 把它放下去 然后小火 要记得煮东西 尤其很会扑的东西 我们一定要滚了小火 然后不要给它打到破破烂烂 滚了小火给它煮到整个还QQ的 然后我们赶快冰镇 OK 好 那这个 好 那我们先来煮 那接着一下来我们要炒了 我们这种有点像是夏天的一个凉菜 或者是餐前的一个salad 所以现在呢 另外一个就是要有好的动物性的蛋白 是什么呢 我们要煮兰花棒 对 兰花棒来 这个给你介绍一下 好 这么简单叫我无从 其实觉得优质的材质 最主要就是我们要稍微有点爆香 不然一般冷冻 大家都是用热水汆烫 老师 你要帮我按 对不起 那你痛闲的时候帮我按到中 我要来密这个了 好了 来 给我密 那个豆子汤如果很少的时候 那个豆子汤来喝很棒哦 对 好 蜂蜜给你 那我们把它密下去 对 直接倒下去 这样的好处呢 那个豆子密下去啊 你密到它凉的时候刚好啊 好 你这样很浪费蜂蜜 没关系 等一下可以吃撒辣 好吧 对 然后给它大火滚一下就可以了 它就会亮亮了 OK 那如果没有蜂蜜的人就很简单 用冰糖 OK 碎冰糖来密它 因为如果你用大块的冰糖 很可惜 为什么呢 因为大块的冰糖等它融化 你等它融化 你这个豆可能弄到破破烂烂的 对 没错 OK 所以像那种大花豆 有时候我们用一点蜂蜜 你在家里吃就是用好的食材 去蜜它的时候 它很自然的呢 它会很干纯 然后又不会让它熟起来 要记得哦 你吃起来要有够软哦 不然你蜜了它会熟起来 放冰箱就不会软了哦 对 OK 那我们现在来煎了 等一下给它收一下 好 那我们现在要煎这个 让这个沙拉 所以像一般这种贝类的东西 像香菇 干贝啦 还有兰花棒之类的 还有像虾 我们一定要有蒜末 那用蒜末稍微焦点吗 用扫油的方式 要不然很多的沙拉 常常就是把这些 用汆烫来拌沙拉 好像那个 本身它的甜分会不见 那我们现在用一点点的 橄榄油爆香 蒜末之后呢 它的腥味会去掉 然后会比较带出它的甜分 那我们这个水滚放下去 再大滚一次 好 大滚一次 水气出来就转小火六分钟 OK 好 那我们现在来爆香咯 我们测一下温度 水珠不要太热 水珠慢跑 因为它没有油 因为它没有油 要爆香蒜末 OK 好 可以扣下去了 等一下 还没 OK 好 那我们现在来爆香蒜末 OK 可以扣了 先把蒜末下去 接着呢 放一点橄榄油 OK 对了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来炒一下 橄木齿 给它小火 金黄色 小火给它浅金黄色 这个背才会 才会好吃 对 好香哦 我觉得有时候很奇妙 当你越享受原味的时候 你的嗅觉也变很原味 你闻到那种 橄榄油跟蒜 融合那个香 很过瘾耶 所以在我们这个馅料里面呢 因为每一种食材都有一个特别的处理 混在一起就产生一个不同的风味 对 你看 哇 很漂亮 快 要起锅了 然后我们就要把贝瑞炒下来 就要和进去了 对 我们稍微把它提起来 然后你再把它放下去 好 OK 只要一点点的油 你看就可以炒这么多的 辣花瓣 OK 那再把那个蒜头放上去 放在它上面 对 尤其你这辣花瓣 在时候 有时候这种少量的新鲜的海鲜 其实比较适合用小锅 来稍微煎一下 然后把它的香味提出来 可是腥味又可以逼掉 然后一点橄榄 一点盐 这样就够了 对 然后等会我们加一点那个 对 茴香 对 因为我们今天吃有一些豆类 这一类东西 还有淀粉的时候 我们加小茴香有个好处 有香气以外 还可以避免脏气 OK 那我们这个 豆子也好了 豆子也好了 好 就关火了 所以我们吃冰的时候 还会有点湿湿 哇 好棒哦 对 OK 好 那一定要放冷才可以拌 不然沙拉不好吃 OK 我们这个好 一下十公分 然后一点点溜下来就好了 对 你看兰花栋开花了 像不像兰花 哇 你看这样就是一小盘菜 给你们先一个小盘子 OK 因为这个是熟的对不对妈妈 OK 这样就好了 OK 我放在这边 哇 又加了丝 好香哦 那个蒜香跟丝尔 会像合在一起新鲜的 其实这种很适合拌沙拉 如果你是鸡肉啦 或者那个比较新的东西 就比较不适合 这个很适合 我们要看我们的米 米 来 那个米是意大利通心面 我们来看一下 好 OK 这个Q就可以了 再一下下 OK 好吃 OK 时间还没到 来 好 那这里呢 我们要开始呢 来调其他的水果跟蔬菜了 准备 哇 你看变大了 豆子 你看 嗯 好漂亮哦 你看每一个沙拉的食材 每一个营养你把它保留 是 所以你吃这一种沙拉 没错 就吃到它完全的营养 而且这买新鲜的珍珠豆 刚好有一点点发芽 有没有 它的营养成分又很高 来 这就是发芽咯 你看 一点点哦 那这样子的话 营养成分就很高 OK 好 那我们现在来切菜了 开始 OK 那我今天呢 先把那个中和调味料提好 然后等一下再把这些水果 一直放下 那其实今天因为都 刚刚我们煮的蜜豆有蜂蜜 然后煮那个兰花棒 有它的咸度 对 对 然后米形面 等一下我们会拌一点橄榄油 那个米形的那个 一大一通心面 所以今天我的沙拉酱 很简单 就是Fresh Lemon Juice 新鲜的柠檬汁 OK 加上什么呢 好的 你可以用橄榄油 你也可以像我们现在有些时候 如果橄榄油已经很多的话 怕味道太重呢 我们用一点什么呢 好的冷压的芥花油 那它味道不会像橄榄油那么重 可是也可以直接来生食 沾食用的比较高洁 那我们大一大匙 好 其实这个沙拉也不要切菜小丁 因为蔬菜有没有 所以你有不同的口感 你看 OK 那你要先拌一些吗 对 没错 我先把橄榄油拌进来 橄榄油啊 对 是吗 小黄瓜可以下吗 也可以啊 你看 你真好 去一趟加拿大会来 什么宝贝啊 每次行李会操纵 就是很爱买这些 有的没的这种 对啊 切菜菜 然后那个甜椒可以下来 甜椒也可以下来 甜椒下来一切先 所以这种新鲜的蔬果 最适合是 在饭前其实要多吃一些 生食的蔬菜 那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当做面客 也可以当做我们有时候两夫妻 不用煮太复杂的料理 这样一倒沙拉就够了 对那我觉得台湾的番茄 越重越好 如果小 你可以切一半来拌 然后要加一点盐 等一下我们再提味 胡椒罐 好多食材可以用 我今天有加草莓 在这里 OK那你十莲花 十莲花要怎么切 加一点黑胡椒 十莲花我就用那个 不规则型的 OK 时间到 好时间到哦 那我们就把这个 老公 OK对不起 来那我们把这个 直接放入冰块 对 因为呢 它本身没有油脂存在 所以呢 这个米做的东西呢 一烫好就因为我们要吃冷的 所以要马上在冰块里面冰镇 那我们这要拌一点柳对不对 我这边拌一点柳好不好 对可以 对那边要拌一点柳 跟一点橄榄油 好那我这边加一点这个茴香下来 然后我们可以加一点冷压的橄榄油 冷压的橄榄油给我一点来 来来给你 OK 哇好美哦你看 哇好高档哦 好高档的沙拉 对啊 然后加一点泡泡 泡泡 你看 因为这个面不要把它拌到沙拉太快 因为它会 这个烂 给你拌烂 所以我们这样子在这边拌一拌 等一下再 哇好美你看 小朋友会很爱吃这道沙拉哦 对 有很多东西在里面挖饱哦 好 好棒哦 那我那个 好 这边再继续 草莓好不好 对 草莓等一下我要做另外一道菜 我们快速的拌一下 蘋果 来 苹果 苹果赶快给我一些 怎么那么大声 是什么苹果 这个 青苹果 为什么空心 那随便的尺寸好不好 对对 来一个不规则的 其实沙拉是很随性的啦 尤其像这样的毒的 它的口感不一样 口感会比较好吃 对 来一点绿苹果 再来一点红色的苹果 所以在这个沙拉里面 你当小朋友就已经有吃到不同水果的味道 所以你看很多人说没时间做菜 做沙拉吧 沙拉是不是很简单 要配一点红色的苹果 也是这样 咚咚咚咚咚 你小心哦 好 OK 然后再来呢 我们刚刚那个煮好的玉米呢 我们把它剥成玉米粒 就让它拌在里面 直接有一点玉米的感觉 好 好 好 因为我们的那个 你也可以在这个香料里面再加 因为那个面里面已经有溜 我就不要再放了 好 OK 好 豆子 豆子 可以进来 最主要是要密豆 密豆 嗯 这个先一半下来 对 还有珍珠豆 你看 是不是很丰盛 好健康 好 来 我们这个豆也密好了 对 毕竟要记得哦 好 放到冷冷了 要冷了再放 对 那你平常可以把这样密好的一大盆的豆子 放在冰箱 你要吃创冰也可以 要吃cellar也可以 都可以调成咸的 也可以当做甜点来吃哦 很好吃的 这样看就很好吃 其实现在所谓的青食 就是不一定要每一集都有肉 对 对不对 哇 这样很棒 然后呢 然后兰花棒 兰花棒等一下再放 等一下再放 不要太早拌 拌得有海鲜味 那我们现在 到底怎么吃这个 好 要做下一道菜了 对 我把这个混在一起 我就要放进去了 没关系 因为时间到了 哦 好 没时间了 OK 那我们来切这个 拌 你还没有可以拌的 石莲花比较单纯的是 刚刚这个石莲花叶 我们可以把它通通 削在这里面 就带一点酸味 所以我的柠檬汁 今天加了不多 除此以外呢 也当做前菜就是说 你的石莲花可以像我们家一片片的 然后呢 当做一个开胃的前菜 那个前菜就是 你切一点点的什么呢 这个好吃的水果丁 来平衡它的酸度 所以那些草莓呢 再一点 可以放进来 这里有 有那个 蜂糖或者是蜜糖 都可以 OK 如果你是怕蜂蜜太甜 那你可以加蜂糖 那蜂糖的话呢 它本身来讲的话 就是唯一碱性的糖 我先做一个给大家看就好了 你要蜂糖比较好 来 对 没关系我现在放一点 OK 好 OK 给我一个可以吗 我要吃 给你先一个 对 我们就这样子 把它一点点放在上面 你看到吗 这样可以当彦客的前菜 前菜 你看 哇我们看一下 你看 镜照这个 你看 哇好美哦 就这样子 好棒对不对 你看不一定都要是要配双眉粉哦 你只要有像 Avocado 像那个Mango 或者是那Srawberry呢 放在这个 很棒的石莲叶上面的时候呢 加一点蜂糖 或者是蜂蜜 都非常棒 对 还有呢 来一盅很棒的新鲜的蜜豆沙拉盅哦 耶 大家好 我是丙元 石莲花是最近一个 非常流行的一个养生的蔬菜 那它除了一般蔬菜 可以让我们吃到 就是说 维他命啊 矿物质啦 纤维啦 种种营养素之外啊 它很特别一点就是说呢 它有很明显的这个 解热啊 解毒啊 清热啊 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当天气很热啊 或者是说 我们最近可能因为 这些生活的 工作上的事情 让心情很烦躁的时候 那吃一点石莲花 其实效果是非常好的 那今天我们把石莲花 做在这个沙拉中里头 就是我们吃了石莲之后 还搭配了很多其他的蔬菜水果 那这样更能够让这个石莲花 这样这个清热解毒的效果 发挥得更好 那么 今天刚好利用这个机会 跟大家谈一谈说 当我们吃沙拉的时候 其实有几个要注意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沙拉其实很多蔬菜可以选 可是如果我们去注意说 我们注意一下这个菜的颜色 其实会更好 就是说我们要注意说 去选红色 绿色 白色 黄色 或还有这种紫色黑色的 这个蔬菜 这种五色蔬菜 搭配起来的话 每一个蔬菜 它会照顾到我们不同的器官 比如说 绿色的蔬菜就比较照顾我们的肝脏 红色的蔬菜呢 就比较会照顾我们的 这个心血管方面的 这个问题 那么白色的蔬菜呢 就比较照顾我们的这个呼吸系统 那黄色的蔬菜 会让我们消化比较好 那紫黑色的蔬菜 就会让我们的这个泌尿系统 跟内分泌 运作比较正常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说 如果我们都只是生菜沙拉的话 往往这个淀粉类的东西 就会少一点 像今天我们这道菜里头 就用了这个米的通心粉 还有这玉米粒把它搭配起来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再补充到 我们需要有的这个淀粉的 这个这一类的营养素 那么第三点呢 我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说 像我们今天这个菜里头 还有加了兰花棒在里头 为什么要加这个呢 就是因为我们吃沙拉的时候 往往就会吃到 比较少的这个蛋白质 那像肉类的话 蛋白质还会比较多 那么肉类的选择 我们选择今天这种兰花棒 这种海鲜啊 又是这个油脂类会比较少一点的 所以这样一个搭配啊 大家可以把它学习起来 那这样子才能够帮助我们啊 在吃出美味的同时呢 也吃出健康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 今天呢 这两道菜的热量 十连蜜豆沙拉中 一人份里头蛋白质含量是16公克 脂肪4.4公克 糖类62.5公克 纤维有2.7公克这么多 那热量呢 只有353.6大卡 枫糖草莓食连传一人份里头呢 蛋白质是0.2公克 脂肪是完全没有的 糖类3公克 纤维有0.5公克 热量只有12.8大卡 鸡蛋白质 蛋白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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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